日月聚焦星座话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2024年的9月份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度过了8月这个迷雾森林之后呢 9月份很像旅程当中啊 我们要赶路的时刻 所以这个月份呢 其实整个星象来看 是有那么一点颠簸 有那么一点崎岖的味道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在工作或生活上面 可能就要比较专心跟小心了 9月份呢 我会呢 把整个月份分为4个时期 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呢 就是从1日到11日左右的这段时间 因为星象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 比方说 1日的时候呢 天王星逆行 这个创新的事情 可能会比较放慢脚步 那么2日的时候呢 冥王星退回了摩羯座 然后5日的时候 火星进入了巨蟹座 这个行动开始比较保守了一点 或者是要防守一点 那么9日的时候呢 水星终于要进入了处女座 同时呢 在11 12日左右 水星会回到之前逆行前的位置 所以你看到1日到11日的这一段时间 它有一种好像要重新修整 再慢慢的归位开始的一个味道 所以这段时间呢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你要等 要慢慢来 再来呢 从12日到18日之前 这段时间呢 可能会有短暂的一个曙光出现 好像有一些好事情 或是比较顺利的状况 不过要特别小心 因为呢 18日的满月 会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这个满月呢 它又是一个月时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吧 从12日接近18日的这一段期间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呢 越来越震荡 越来越变化 那可能有这个好坏分歧的发展会出现 所以呢 怎么样 这段时间 大家呢 就要把自己的心安定下来 每一步都走稳 那么在这个月 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时间点 就是18日到23日这段时间 整个心向的反应 就是大环境非常的震荡变化 很多事情是不确定 或是会突然的 有些让你很惊讶的事情出现 所以呢 第三个阶段呢 我们可以把它说为是 18日到25日左右 可是记得哦 18日到23日是最震荡的 为什么呢 因为18日是 这个双鱼座的月时 也就是满月哦 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那怎么样强大法呢 你可以把满月想成是炸弹级的那种爆发力 那么月时就是核弹级的了 所以会很多的事情 可能会在18日前后啊 就爆出来了哦 或者是不得不做改变了哦 或是你不得不能够 要臣服了哦 屈服了哦 有这个现象 22日的时候呢 进入了秋分 天圣座的月份 那么在这个秋分的时刻呢 通常是大环境 有一个很大的转弯 变化的时刻 23日的时候呢 精心又会进入了天蝎座 所以一连串的变化 就要很小心哦 它可能会有一种很剧烈的震荡起伏 这一段时间 也就是18日到25日左右 我会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一动不如一进 或者是呢 你要这个静观其变 顺势而为哦 不要急躁 那么到了这个26日以后呢 哎 因为进入了天蝎座的月份 水星也进入了天蝎座 一切很多事情啊 哎 明朗化了 那前面该有的变化 该做的决定都做了 所以26日开始 事情就会顺利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加速前进 要行动了哦 所以这整个月份呢 我们就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要等 要慢慢来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安定下来 要稳 再来呢 我们可能要静观其变 顺势而为 之后才开始怎么样 积极的前进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月的各个星座的运势好了啊 很多朋友啊 都会私下的留言 来问我感情跟桃花 那么这个月份呢 因为代表爱情 人际 生活享受的金星 在23日之前啊 都呆在天秤柱 这个风向星座 所以呢 我要先恭喜 上生活太阳在 双子天秤 以及水瓶座朋友 在23日之前啊 你们感情运势最旺哦 就是你可以交朋友啦 或者是有恋爱机会啦 或是你要迈向订婚结婚 甚至于 你现有的关系 好好的经营 感情可以加分 那么23日开始呢 因为金星会进入天蝎座 所以呢 可能就换人做做看啊 上生活太阳 在巨蟹 天蝎 以及双鱼座朋友 就会比较浪漫 比较开心咯 那么 在人际关系上面啊 不一定只有爱情嘛 所以这个月份呢 我觉得人际关系 有亮点的有五个星座 先来谈谈前三个星座啊 分别是呢 金牛 天秤 以及天蝎座 金牛座在这个月 有很多玩乐的机会 恋爱也好 这个亲子关系也好 朋友关系也好 你是群体里面的 志多心或活宝啊 家有一个金牛啊 如有一个宝这样子 大家都会为了你很开心 那么通常你很容易呢 举办重要的活动 比方说公司委呀 很可能就会找金牛座主办啊 或是你会帮忙一些 重要的活动 比方说孩子 学校的活动等等等 那么 这个月你的人际关系就开心咯 再来是天蝎座 天蝎座呢 这个月在群体团体里面啊 你说话是有分量的 你有影响力的 有很多事在进行 所以你广结善缘 那天蝎座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 因为有跟太多的人事物呢 有这个互动交流 所以往往你个人的计划 反而会被别人干扰 影响 所以如果你个人的事情 个人计划 或许你要保留一点点的时间 空间 才能让自己比较顺利的进行 再来是天蝎座的朋友 因为金星呢 这个月 23日之前都待在天蝎座 所以天蝎座在这个月桃花很旺哦 很有魅力哦 很容易吸引这个朋友哦 所以是你人员上面的一大力气啊 通常呢你出外啊 大家也会很欢迎你 就有人员 可是你的挑战在于 在实际的工作上 可能比较容易有一些小人麻烦 或是同事下属会有些问题 你忍不住忍不住想要帮忙 那就要小心 不小心的嘛 公亲便士主 本来不关你的事情 你忍不住啊 这个仗义直言 如果你涉入太多 你就会把自己搞得很疲劳 所以这个月份 天蝎座的朋友可能要量力而为 要画一个界限 再来这个月份 人际的最大的亮点 就是上升或太阳在 处女座跟双鱼座的朋友 因为这个月份的月时啊 就刚好影响这个处女跟双鱼 所以往往你们在这个月份 会有好坏两极的发展 比方说 这个跟人家合作合伙 或者是你有订婚结婚 甚至这个 因为这个有小孩结婚的机会 但是呢 也可能反过来讲哦 柴伙分手 离婚 然后这个要分开 或者是你要帮忙解决一些问题 那在人际关系里面 你们有几个很重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不管好跟坏 都带有责任 所以呢 你们在关系的这个 决定上面要特别的谨慎 再来呢 就是可能在这个月份 你很容易跟自己的另外一半 合作伙伴 别人产生冲突摩擦 意见不合 那这个时候呢 你往往要怎么样 可能需要退下 或者是 你也不要太坚持己见 你需要找到一个折中的方式 或者是你可能需要 我们等一等 不要急着做决定 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 所以要让彼此之间呢 可以慢慢达成一个怎么样 的一个平衡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往往也会谈到什么 钱的事情 对不对 结婚了 住谁家 谁买房啊 这个生活开销怎么样啊 那反过来说 也可能会因为分开啊 拆活啊 对不对 要分润啊 要这个重新清算啊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当然这个双鱼跟处女都会跟钱是有关的 那特别是处女座可能在这个关系里面 很容易得到赚钱的机会 拿到因为合作或分开而有的资源 当然我觉得双鱼跟处女在这个月份 可以试着去做一些谈判 但是整体来讲 我觉得处女座是在金钱上面是有好处的 那从金钱的角度来看 除了处女座以外 另外一个呢 也有金钱运的这个星座就是狮子座 狮子座这个月的财运特别好 比方说你投资理财容易赚钱 你容易有这个加薪的机会 或是跟公司重弹薪水资源福利的机会 当然你可以可能有什么兼差啊 或是你的业绩特别好 总之 是做的财运很旺 而且你的财运会带动你的事业运 比方说你业绩做到了 所以拿到一个很棒的奖金或是有升官的机会 那当然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财运跟事业运就绑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值得让人羡慕的部分 那事业座往往在这个月份也容易有一些新的公告 比方说你在工作上面有一些成果要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 那也要恭喜你 另外一个跟钱可能有关的星座 就是财或是跟钱有关的事情会成为你的 本月亮点的就是水瓶座 水瓶座这个月比较特别 你的钱不一定跟自己的决定有关 而是跟别人有关 比方说这个月你要处理什么 保险啊 继承啊 或家里财务的事情 那你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或者是呢 你这个有朋友找你合伙啊 或请你帮忙做个仲介啦 帮忙什么事情啊 你可以从中分红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你决定要结婚啦 要怎么样啦 所以跟另外一半就有很多谈钱 或者是他帮你支出什么样费用的空间 最后也可能你是因为买房 所以你想要跟银行谈这个借钱的条件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财运来源的这个机会 那讲完财运之后呢 当然大家最关注的 一定就是事业对吧 那在事业运势上面来讲呢 这个月呢 有蛮多星座都会把重点放在这个事业 毕竟9月嘛 要接近下半年了 那事业运势上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事座 它的财运会推动事业运以外 另外呢 有两个星座很容易有换工作的机会 分明就是上升后太阳在射手座 跟摩羯座的朋友 这两个星座在这个月很容易换工作 那不一样的是呢 射手座朋友在这个月容易有往上提升的机会 比方说升官加薪 或者是呢 你被派去外派 接手新的市场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你有可能自己想要去留学游学 但是在整个这个你的决策 关于你的这个职业或生活上面的决策 它是让你往上提升有更多选择的 当然这个选择的负面影响 当然也可能是跟客户有一些合约法律的事情要谈 那摩羯座这个月的事业运很好哦 跟之前几个月比起来 所以代表你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或生意的机会 那当然也会增加你跟客户或是同事之间互动 跟学习的这个成长的空间要恭喜你 再来是上身或太阳在白羊做朋友 这个月是你们工作的旺季 可是呢 这个旺季不代表你一定升官发财 而是你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你的工作运势里面带有除旧跟转型的两个重点 除旧可能是你需要做一些过去还没有结清的事情的这个现象 比方说你要展开新的project 可是呢 你要交接你要把一些事情整理好给你的同事 那转型也是一样 比方说你可能在规划年底或是明年要做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你要为转型做准备 所以这个白羊座是在工作上有这两个倾向 但是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可能会花不少时间在家人的事情上 所以这个月也不要太急 另外呢 我们要注意跟事业有关的事情上就是 上升的太阳在双子座跟巨蟹座 怎么说呢 双子座呢 你虽然离开了水逆 应该要很顺 可是这个月的这个满月月时 对你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能有无法抗拒 这个必须要这个顺应的变化出现 比方说换老板或是公司组织改变 或者是有很大的责任下来 你不能够推脱 所以你的责任压力是很大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对于这个双子座的朋友来讲 给你的建议就是呢 不要过度乐观 然后讲话呢 承诺要保守一点 比方说你明明可以做到一百万的业绩 也许你可以打个折 留给自己一点余地 或者是你明明明天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或许你如果可以提早完成 就提早完成 不能你要把这个最后期限延一下 这样子呢 对你会是比较好的方式 那么巨蟹座朋友呢 因为这个月五日开始 火星就进入了巨蟹座 所以巨蟹座有一种火战车的味道 这个月会非常非常忙碌 忙碌之余 战斗力变高是好事 可是也很容易跟人发生冲突 或是一急躁怎么样 就容易受伤 或一急躁情绪就不好 所以这个月 这个巨蟹座朋友 你要做好情绪管理 当然好处是 你会跟不一样的人事务合作 比方说来自外国的 来自不同产业的 或者是这个上下游的厂商啊 背景不一样的人 跟你的合作机会特别多 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记得要去跟专家权威呢 请教 会有一些高手来帮你 但是呢 在一些判断上 请你请你一定要保持冷静 因为这个月有很多的杂音 你可能呢 一个情绪上来做错决定就不好了 所以务必要确定 你所得到的资讯是正确的哦 这样对你的事业欲呢 才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以上呢 就是我们9月份运势的分享 希望大家呢 在9月份都能够渐入佳境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一个月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ż食べ slash vive travel 抱前 if the experience of the ultimate kreiser 感谢观看